都羡慕我们上山,都羡慕我们上山,也是羽虾的,刷刷的 来老叔,你打个点哈 这扣上,这就跟黑虾的虚无似的,一定就是这个东西了 打个啥呀? 那你带我,你带着这个绿,这个绿子挺好的 这玩意儿是个避雨的玩意儿 你看看这个,好像是搭肥也挺好的 丢不着,现做一把鱼子,金康葫芦 下鱼也走不了,三五三就一样,还羡慕上山不,你再去摸 哈哈哈哈,哎呀,你真是太丢了 不得是,哎呀,现在小了 一会儿一会儿能能停点 一天下三遍呢 这玩意儿,真是没事没事的 都小不少了,抓个一刀,等鱼一停了,咱们就走了 哎呦我去,我就安安稳稳捡蘑菇多了 早已经把袋子备好了 这就有收获了呗,对吧 上山就这样,看见啥捡啥 对呀,有收获就行 什么都不能放过 你看看,只能换钱的咱们 你看看,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大 他们有人,现在不少人跟我说,说是 让我整点吧,就是给他们怎么弄呢 就是,晒干了打粉 你不知道我们这块现在晒干挺不好晒的吗 天天下雨怎么晒啊 天天下雨,是啊 这还可以吧 晒干了打粉呢,你这不怪了吗 这打粉 晒干了它就跟那个木头炸的一样 看啊,是不是 必须要把那个脏的给它削掉 这还有一块,这不只一块了,三块 不行了,这两块可能不太行 要长虫了哈,有点招虫了 哇 大家看一下怎么嘎的啊 怎么往下嘎的 哎呦,这块有点硬 有点老了 这样的就适合晒干了打粉 它既然要晒,我就给它晒点呗 可以,嗯,逗 晒干了打粉,哎呦,这是新奇吃法 真确 新鲜的吃不成,那就打上粉 冲着,冲着吃吧 这玩意儿打粉的话,是不是也是这么个蘑菇 对啊,对啊 咱是没吃过呀 那个灵芝喷的那个包子粉 灵芝包子粉是灵芝包子粉啊 这是两回事儿啊 我知道,它那个喝的是啥味儿呢 那样香,那样香 一股那个灵芝的香味,对吧 对,香菇粉的 我估计这个给了个差不多 有可能是那味道 你觉得呢? 咱是从来没打粉的 你觉得呢? 行,就这些 好了,不太好了就不要了 那下面还有一块嫩的呢 这块不行了,这块全泥嘛 行,那 这个玩意儿,一晒干了,它变得飘清飘清 行,走吧,开楼吧 开楼 在这个老森地里边啊 又发现了两棵小四皮 这是个老森地 这个是吃底的 这是以前的森芭 这块以前就种森的地方 那这棵吧,是在这个 边儿去 整棵四皮 我看看它是什么样 一般来说,大概率是吃过呀 你看,我说啥 你这是出来了 你看 也没有头也没有水 真的啥 吃货一枚呀 吃货那就好玩了呀 这还有个小灯台的 哎呀,我把这个籽儿啊 将这种子带出去 撒到那个森林里面 哎,它再长下来 就比这样的要好多了 这个,你看 身串的话 这个土 就格外格外的硬 半截了 吃货一枚 偷红啊 红色到不红 真的不行 来,就这么个玩意儿 这长了个啥 一下 它的籽儿甩出去 那就是野外飞籽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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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